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02集 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的玩具 我个人强烈的推荐 如果各位你心有余力的话 在反斗城或者是在网络上 看到价格合适就把它给入了吧 除了说后方这个地方的空洞之外 其实它做的已经相当的坚固了 后面有一张有趣的脸孔 但是你这样子看的话 也可以视为是造型的一种 它身上这个绿色的浅绿色的金属 这非常亮眼 其实这款的涂装 我觉得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卖点 它有一对的蓝波刀 蓝波刀我们已经叫蓝波刀 这武器的话没有涂装 它的话可以完美的收纳在它的翅膀里头 这样一放 其实绝对是最佳的示范 我们再把它给武器都给收起来好了 它真正的缺点恐怕就是球关的部分容易松 其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毛病了 那头部的话是一个很传神的眼睛 这个当然动画片 地图活种每个动画角色的话 眼睛都会发光 这个就没办法了 头部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相较于动画片里头 我对比了一下 这个可能稍微拟着那一点 比较恐怖了 动画片里头比较没有感觉 那么样的一个冷静 手臂的话这里有个开口 所以平局也没有问题 额头肌可以转动 拳头无法转 腰身无法转 其他的话呢 大概能动的的话呢 你都能够想象 它能够动啊 这个脚的话 由于变形的需要 它可以折到这么多 脚踝的话呢 作为一款WG的玩具呢 也是有一个接地的 这好像踩到肋高一样 好痛啊 那个感觉 然后手的话呢 也从那一个大洞 做出一个鸟形的一个 一个勾爪的一个形象 那它最妙的呢 恐怕还是它的变形了 非常的好玩 那这部动画会进去 我尽量赶快把它追一追了 因为确实我看了一些片段之后呢 好像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片子啊 我们把这个头呢 给翻下去 第一个步骤是先变这里 再把胳膊的话呢 往内折进来 两侧都是一样的 我把它往内折进来 折进来之后啊 这中间这里有一个 结合的一个位点 先把它给扣上 到这里就好了啊 然后呢 我们把脚的话呢 这里连同腰身 这里整个往上折 折上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 往外翻这样折进来 脚后跟翻进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折进来 到这里 捏进去 好 到这边 然后两腿合并 过来 这里 前方 这个地方 扣下去 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扣下去 后面的话就把它捏一下都行了 最后会留出两个灰色的凸 它跟手臂内部有两个灰色的凹 这里的话呢 就把它给扣上去 看似一个很 很倾斜 奇怪的角度 其实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扣啊 那这个呢 就完成了 它的一款应该是 有点像是猫头鹰一样的 是神兽一类的一个 一个生物的一个变形啊 非常的精彩 它的翅膀的话呢 完全张开啊 也是体积挺大的啊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如果你要让它 落在地上的话 应该是这样折成这个角度吧 然后这个脚的话 用在前后可以动 我们可以这样子 顺利的让它 这样子 停留在桌面上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设计上来说 简单 而且好玩 涂装上面 都做的非常不错的玩具 卡扣的话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精确 那翅膀的话呢 你就是 你要让它 飞翔的状态也是可以 脚的话呢 可以往后面完全放过去 可惜 头 就只能往前看啊 如果头还能够往上抬 这个可能就 进呼吸管 非常完美的玩具了啊 侧边来看 虽然有个空洞 但真的真的 这个都很小的问题了 后面这个地方 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鸟的尾巴 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赞的玩具 强烈的推荐大家啊 地球火种的这一款 W级的夜鲨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